如果一个字形容上海 我就会说上海是我的爱 我叫奥克萨娜 我来自俄罗斯 我是转业的艺术制造运动员 到上海已经有十多年 我自己也开了三家舞蹈学校 但是也继续教课 继续教艺术制造 我最喜欢的事情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 就见到了关于中国很多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的爷爷很年轻的时候 就加入了共产党员 到现在他也保持这个身份 所以他也一直会跟我说 关于中国的一些历史 一些故事 我们家里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 他也特别有趣 他也经常会跟我说 中国也是很努力的 也是非常好的 也是一直是晚上有发展的 所以他这个对中国的爱 也是分享了跟我 所以为什么我也在这里 然后到中国 其实觉得确实是这样 上海有很快的节奏 很快发展 有很多语 很多文化呀 然后有特别国际化 就跟我的性格很像的 我觉得也是在上海 我感觉很舒服 在上海 我又专业五年了 所以就我也知道 俄罗斯和中国关系非常好 中国人都很友好 我也会对他们 非常的非常的友好 一进来了 然后小朋友们 我们的成人 学生都不能来 到这里上课 然后也看所有的点都关了 我们就有一个这种顶 怎么办 我就做了一个 一系列的教学 这种视频的内容 发给小朋友们 然后妈妈们都是非常感谢 非常觉得非常好 我就觉得那要开这种 线上的课程 我们就开始做现场的舞蹈课程 和艺术体操课程 但是登上这些饭族呀 什么都 就也要继续付的 也是觉得很困难 那时候 我丈夫也觉得 也有给了一些 一定的帮助 也有给了一些民族企业 所以把这个疫情的时间 我们就过了这样子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了一百年 我们的舞蹈中心里面的工作人员 也有共产党员 我觉得 就是真的是话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负责人 然后对工作特别热爱 也是想把我们这个传业 一起做出来 像自己的一个传业 这种一样的 像一个家庭一样的 习近平中书记 提出了文化自信 跟我们艺术绩造也很有关系的 艺术绩造也是一个文化自信 所以我们肯定是会努力 往前 我们有一家店 比黄埔江很近的 所以我下班的时候 会经常在那边坐过去 也很放松 这个景色特别美 特别好看 所以我也会想起来 我们俄罗斯有一首歌 那边有一句话 迷人 就是这个黄埔江山 肯定是一个迷人 很吸引我的 我爱上海 我呼吸上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